據統計,香港現時有超過六十萬名家庭主婦 全年無憂止為家庭付出 工時往往比全職的打工仔更加長 因為首先沒有人抽 二例如請人去抽 上班賺錢請人去抽 不如自己抽 小朋友的支出是最大的 學費、買校服、有甚麼活動 都是說錢 和小朋友相處的時間不多 很快就過去了 如果在市場找人做家務 照顧小朋友和長者 通通都要錢 有婦女組織統計過 單單這數十萬婦女 每年為香港創造了數以億計的勞動價值 偏偏強積金計劃是不包括他們 他們怎樣面對年老的生活呢? 我還覺得 同一句話 因為我看到別人的婆婆可以撿子皮 那真是會想起自己的將來是怎樣呢? 你現在好像說 你先生也有強勁心 但你想想現在虧得多厲害 如果我們是靠我們的伴侶 那一份強積金 如果她真的65歲退休 其實真的可不可以養我呢? 這真是挺嚴重的問題 我不覺得她真的一份強積金 可以養到兩個人 政府真的要在這方面想想想 真是老五老語及人之路 因為我們中國人不同的傳統 我們看到很多老人家 其實都是在困惑當中 真是我們希望能夠 搞到這個將退休 你不要管 你自己的父母你養得怎樣 你看到別人的父母 你自己怎樣養呢? 我希望他們想想想 我們全民退休是一種專業 是一個社會責任 應該是一個好社會的政府 是讓我們每一個公民 有一個好專業的生活 即使趁孩子上學去做兼職 微博的收入和強積金工款 都很難保障他們退休的生活 主要都是靠丈夫和子女 主婦的情況其實是很被動 和沒有保障的 也都沒有經濟獨立自主的身份 究竟政府和社會 何時才聽到他們的聲音? 人工延長 每個人都在上學 都在上學 都在上學 要職員 有一個好專業的 也有一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